由中华美食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十届亚太十大伴手礼比赛 东台湾唯一获奖机构文旦复兴企业以文旦书入选金奖 而以文旦又制作成为的可口文旦书 并且将过剩的文旦提炼金油 制成了各式的清洁用品将文旦误尽其用 是获得这一次评审青睐的最主要原因 花莲文旦享誉全国 不过有时文旦产量过剩也是幼浓心中的痛 知名的名产业者刘瑞琪有感于此 特别以创办文旦复兴企业 也以文旦书参加了中华美食交流协会主办的 第十届亚太十大伴手礼比赛 获得金奖殊荣 刘瑞琪表示 发现文旦除了可以制作甜美的烘焙名产之外 更还能够把文旦精油开发成为文旦抗菌吸收乳 洗碗精干吸收等清洁用品 进而帮助幼农就是最简单的初衷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因为幼旦就在中秋节 所以我们研发的就是文旦幼的月明 但是中秋节过了以后呢 它就算是季节就过了 那以前都以往都是季节限定 那文旦幼它用不完呢 还是用不完 那我们就在一个加工上做了一些改成突破 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皮做成蜜饯 把里面的果肉呢做成果酱 然后再用这个所谓的果皮跟果酱的这些不同的比例 做出不同糕比所需要的一个内馅 那这样的基础以后 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做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做了我们所谓的文旦幼的月饼 那第二个我们的产品呢 我们就想到说 花莲鼠是花莲最古早的名产 我们就把这个文旦幼跟这个花莲鼠做了结合 做了一个叫做幼键花莲鼠的产品 那当然我想凤林书是台湾这么有名的名产 我们也把它的馅改成文旦幼馅 就做成了花莲文旦书 迪瑞奇认为文旦幼的附加价值非常多 希望透过与幼农的产销合作 更实质的帮助文旦幼农 将优质的产品无时空限制提供给广大的消费大众 却刘明胜华莲市报道